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嘛 請仍我再次提醒大家 我們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歡迎大家成為我們的正義股東 同時 4月15號中港台時間的晚上10點半 是我們的首次會員直播節目 還請大家別錯過了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聊的話題主要有三個重點 1. 反擊譚德塞 台灣眾籌廣告 美國登場 2. 軍事校正異常頻繁 3. 美中台關係緊張 3. 中共下恐嚇通牒 兩岸開戰一觸即發網 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第一個重點 反擊譚德塞 台灣眾籌廣告 美國登場 首先 我們恭喜台灣 在睽違36天之後 4月14號再次出現零新增確診的紀錄 台灣的疫情防控工作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 但是也因此受到中共的排擠與打壓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日前就突然公開批評台灣 指控台灣辱罵他 但卻沒有具體證據 結果引發台灣社會嘩然 而台灣的多位網紅和設計師 因此推動一款牧場活動 希望向群眾籌募資金 在美國《紐約時報》等廣告 回應譚德塞的不實指控 這份廣告在14號這一天出現在《紐約時報》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全版廣告分成上下兩部分 上半部是黑暗魚片 代表著世衛在疫情爆發的時刻 因為政治干擾和反應遲緩 造成全球防疫出現一個缺口 而上半部的標題寫著 Who can help? 也就是誰能幫忙 其實是雙關語 一方面是指在這種情況下 誰能幫助應對疫情呢? 同時WhoWHO用大寫的英文字母 也代表著世衛 暗諷世衛並不能真正幫助應對疫情 下半部則是一片白色 標題寫著Taiwan 等於是回答上半部的問題 誰能幫忙 告訴大家台灣能幫上忙? 而藍色的小方塊則代表著 台灣正在建立一個通道和出口 來對外幫助國際社會 至於廣告的文字內容並不長 我們唸給大家聽一下 在孤立的時刻 我們選擇團結 你不是孤單的 台灣也跟你站在同一陣線 台灣經歷過2003年的SARS 所以知道你們正在經歷的一切 台灣被世界衛生組織孤立 所以知道單打獨鬥有多艱難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選擇在國際上分享我們的經驗 我們是如何控制疫情 如何保持社會正常運作 並且確保人人都有口罩戴 在過去幾週裡 台灣捐贈了1600萬個口罩 支援世界各地的醫療人員 我們也與美國跟歐盟一起合作開發 最先進的快篩與疫苗 誰能孤立台灣?沒有人 因為我們是來提供幫忙的 對於這個廣告 我個人沒有什麼要評論的 只是想補充一點 請大家別忘記 重點不是世衛 而是藏在世衛背後的中共政權 重點不是舞台上的傀儡 而是躲在幕後耍弄傀儡的中共黑手 就像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 香港人用輕聲的血淚演繹給全世界看的 真正的暴政源頭不是在香港政府或臨陣 而是來自北京的中共政權 所以後來香港人高喊天滅中共 打倒共產黨 驅逐共黨 直接打蛇打七寸 因此 我們還請台灣的朋友別忘了 真正威脅台灣的是中共 其他像世衛也好 或者台灣的親共政客與紅色媒體也好 都只是中共手下的棋子 而從過去歷史來看 被中共利用完的棋子都不會有好下場的 我們可以等著看 這裡順便回答一個問題 有觀眾問我們說 《紐約時報》是傾向中國的嗎? 是不是德國、法國、美國有很多政要都是傾向中國呢? 我想他想要表達的應該是傾向中共 就像我們反覆強調的 中國不等於中共、中共不等於中國人民 不過這個問題比較敏感 我想這樣回答好了 長年以來 中共不只是花大錢在海外建立大外宣媒體 還深入滲透了許多世界知名的媒體企業 通過外國媒體來傳播中共想要的言論 再來個出口轉內銷 轉回國內去宣傳 至於其他細節 我想不太方便公開說 還是留在會員直播裡聊比較好 還請大家見諒 至於說法國、德國和美國的政要 是不是傾向中共呢? 宏觀地說 法國的政府立場確實是長期比較親中共 而德國跟美國一樣 都是部分的幾個州 和某一批政客比較親共 簡單說是這樣子 那我們也講過好幾次了 這次疫情似乎有個特殊的現象 就是似乎是專門針對中共 和親共的人物或地區而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像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和伊朗 這些疫情嚴重的國家 都剛好是跟中共過從聖明的國家 而像美國、德國疫情比較嚴重的地區 都剛好是與中共往來密切的地方 比方說美國的紐約州、加州 還有德國的北維州等等 不知道您覺得這是意外的巧合 還是明明中自有規律呢? 重點二 軍事校正異常頻繁 美中台關係緊張 這個話題本來是昨天要講的 但是因為昨天講中國經濟 節目時間不夠用 只好留到今天 如果大家有在關注兩岸軍事動態的話 就會看見最近這幾天 中共的軍機、軍艦頻頻在台灣周邊出沒 特別是4月10日 中共上午先派出多架戰機 在台灣的西南海域訓練 到了中午 美方的RC-135U電子偵察機 也出現在同一個空域 到了晚上 中共的航空母艦遼寧號 從東海穿過日本宮古海峽 向台灣東部海域移動 稍後 美方另一架EP-3E偵察機 也再次飛往南海偵察 也在同一個晚上 美軍的伯克級驅逐艦貝瑞號 突然出現在台灣海峽北方 並且由北向南通過台灣海峽 向南海方向移動 大家注意到沒有 中共與美方的軍機、軍艦 在同一天內進行兩度來回交鋒 這是在過去多年來 頭一次在台海發生的情況 而且雖然雙方沒有直接遭遇 時間地點是錯開的 但是彼此校正的意味非常明顯 幾乎只要中共一有動作出現 美軍就很快做出回應 為什麼呢? 這是意味著台海兩岸真的要開戰了嗎? 未必 首先 中共海軍的航行路線 從東海穿過宮古海峽、巴士海峽 再進入南海 最後再通過台灣海峽回到北方 其實不但是環繞台灣一周 同時也是穿越第一島鏈 近居新太平洋的戰略路線 已經對太平洋周邊國家 包括美國構成了威脅 所以中共遼寧艦的大規模行動 不但引發台灣的警戒監控 也引發日本和美方的高度重視 其次 目前美國海軍在太平洋的四艘航空母艦 包括米根號、羅斯福號、 卡爾文森號和尼敏茨號 都因為出現疫情而暫停了行動 讓官兵進行隔離檢疫 中共軍方在這個時候 大規模地出動海空軍 表面上是作戰訓練 實際上是想要向美方挑釁 暗指美方的航母停擺了 可是中共的航母還能運作 同時也藉由這個行動向國內外宣傳 中共軍力並沒有受到疫情影響 要有揚威以下 特別是海軍還在微博上揚言說 今後中國海軍仍將按計劃 常態組織類似演訓活動 加快提升航母編隊體系作戰能力 也就是說 中共海軍還會不斷地做這樣的巡航行動 挑釁的意味相當鮮明 但是美方也不是省油的燈 美方頻頻派出偵察機進行軍情偵搜 再派出驅逐艦通過台灣海峽 顯然也是要警告中共不要輕舉妄動 別低估美方還有空軍、驅逐艦、潛艦和導彈等等戰力 在我看來中共趁著美國航母染疫之際 大動作派出遼明艦出航主要有幾個目的 第一 對外進行軍事宣傳 否認疫情影響 第二 對內實施政治宣傳 維穩軍心 第三 塑造台獨敵人 第四 對台灣心理恐嚇 打壓台灣抗疫成就 第五 測試疫情對美軍的影響 我們在觀察中共的軍事行動 還要搭配中共的宣傳輿論一起來看 中共的硬派黨媒《華人球時報》 就說這次遼寧見的行動是要震懾台獨 顯然 中共想要藉由這次的軍事宣傳 再次向中國人民塑造 台獨敵人依然存在 鋪定一種民族危機感 讓中共在內部局勢危機的時候 比方說疫情再次告急 或者是經濟告急的時候 可以師出有名 通過對台灣發動軍事衝突 來轉移國內人民的注意力 來分散中共政權的生存風險 另外 中共黨媒的《台灣分部》 也刊登了一篇文章聲稱 遼寧見的行動是中共要用 趁義武統對撞台灣當局的隱翼謀獨 說穿了 這篇文章透露了 中共軍事動作平平的原因 除了是因為美軍航母暫時停擺 想鑽空子來鬧事之外 更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台灣當局抗議成就 以及抗議外交受到國際讚賞 讓中共心理不平衡 所以決定採取行動進行恐嚇打壓 這也提醒大家一點 不是笑話 妒忌與恨是中共政權的一個重要心理特質 也是中共擅長使用的煽動性武器 煽動人民去恨台灣、日本、美國、新疆、西藏、香港等等 用恨為武器是中共的慣用伎倆 我們以後還會再看到 好 不過美軍一連串的密集回應 也向中共傳遞出幾個信號 第一 美軍雖然染疫 仍有實力應變台海與南海 第二 中共如果在台海製造衝突 美方會介入 第三 美軍密切掌握中共的一舉一動 接下來我們要再看另一個大家關切的重要問題 重點三 中共下恐嚇通牒 兩岸開戰一觸即發嗎? 中共是不是要對台灣動武了? 兩岸是不是要開戰了? 這個問題大概是目前最多台灣朋友關切的 特別是4月10日 也就是美方與中方兩度交手的這一天 《環球時報》刊登評論文章說 世界進入多勢之秋 台當局需優這點 文章最後還寫 物為言之不欲 用白話講 就是別怪我 沒先警告你 這篇文章也讓台灣社會議論紛紛 認為中共是不是對台灣下了最後通牒了? 其實《環球時報》向來是鷹派黨媒 所以講話比較激進 不令人意外 我們再次先講一個結論 我認為中共沒有辦法拿下台灣 也不會統治台灣 雖然不能完全排除說雙方可能會出現 比較小規模的軍事摩擦 但是中共沒辦法攻下台灣 這背後牽涉到很深層的因素 以後時機成熟了 我們再跟大家解釋 而且 從表面上看 中共對台灣發動的軍事行動或武統 也有相當高的難度和顧慮 因為很多台灣朋友關心這個問題 我就快速把中共的種種顧慮提一下 顧慮於疫情衝擊中共軍方 雖然中共對外一直否認軍方內部出現疫情 但根據我們通過特殊渠道掌握到一些消息 軍方內部確實受到疫情的衝擊 這一點其實不令人意外 畢竟軍方的生活環境相當封閉 軍人又來自全國各地 一旦有人帶著病毒回到軍營裡 很快就會感染擴散 特別是我們發現 這次病毒似乎針對中共直撲而來 那麼中共軍方是不是也就很難豁免於難 最近有不少中國青年接到了徵兵調查 甚至還鼓勵青年去當兵 有部分地區還動員退役的軍人加入民兵 雖然有可能是為了應對舉戰事的需求 但更可能是為了填補疫情對軍力的衝擊 顧慮二 武統軍事風險高 雖然中共軍方號稱有200萬兵力 遠遠高過臺灣不到20萬的常備兵力 但是中共軍方已經多年沒有打仗了 跟臺灣軍方一樣缺乏實戰經驗 而且在江澤民主政的時期 放任軍方上下嚴重貪腐 換取軍方對他的效忠 結果不但造成遍地的貪官 許多軍事設施、裝備、後勤、良母等等部門 也被貪腐嚴重侵蝕 許多重要裝備沒有經費去做維修、保養 對作戰力構成了嚴重的隱患 而且過去一個月之內 中共兩次發射火箭都失敗而歸 被外界懷疑是技術能力不足 此外 4月11日上海又發生了 中共國產的兩棲攻擊艦起火的事故 如果是因為技術或生產問題而起火 可能顯示中共的兩棲登陸戰力 還有瓶頸 如果是因為有人刻意縱火 那就反映出中共軍方內部 也出現嚴重的派系爭鬥 正在激烈的角力 過濾三 武統政治風險高 如果北京強硬出兵攻擊台灣 萬一雙方交手後落敗或不勝 那麼就會對北京當選者 構成嚴重的政治誤判和過失 北軍當局已經在貿易戰、香港反送中運動 還有香港區議會選舉以及今年初的台灣大選 出現了多次的嚴重誤判 讓北京是一敗再敗 現在又因為掩蓋疫情問題 而不得人心受到海內外的舊責 如果北京強硬出兵 結果卻不勝或落敗 當選者勢必會受到國內外的圍剿舊責 政權的地位恐怕就難保了 顧慮四 內部政變與兵變 我們頻道老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們之前舉過不少證據指出 中共內部出現了激烈的派系鬥爭和矛盾 而且早從香港反送中期間就相當鮮明了 特別是日前才有大批軍人進入北京 而且在半夜傳出槍響 被懷疑是北京當局和對手的維穩角力 如果在這個敏感的時候 北京當局派出自己的軍方人馬對台灣動武 會不會讓黨內的敵對勢力 有機會藉機發動政變或兵變呢? 特別是如果北京武統失敗或不勝 會不會立即招來其他勢力趁機攻擊奪權 這是讓北京高度顧慮的 顧慮五 美軍介入防禦台灣 美軍強大的海陸空戰力 是中共軍方最大的敵人 也是中共對台灣動武的主要顧忌 特別是目前川普政府跟美國國會 對台灣相當友好 不但通過了多項法案幫助台灣 而且還頻頻的出動軍機、軍艦繞行台灣 警告中共不要輕舉妄動 中共也相當清楚 目前的局勢一旦對台灣動武的話 勢必會招來美方的介入 一旦美軍介入 兩岸的戰力天平就會發生新的變化 顧慮六 國際圍堵孤立 中共隱瞞疫情造成病毒擴散全世界 引發取毒國家準備追究中共的責任 並要求中共賠償 而中共自以為是假扮救世主的大外宣宣傳戰 也引發許多國家的反彈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上 中共還對台灣動武攻擊 勢必會招來國際社會的譴責圍堵 雖然各國目前忙著應對國內的疫情 未必能像美軍那樣持援台灣 但各國依然可以通過貿易、經濟或糧食上的暫停往來 來達成封鎖中共的效果 而且即便中共打贏了 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 也很可能通過對中共來個技術鍛鍊的方式 不再提供中方高科技技術和相關產品 比方說芯片等等 也可以達成制裁中共、重挫中共的作用 顧慮七 中國經濟風險高 我們在上一集節目裡談到過 中共目前面臨相當嚴峻的經濟風險 特別是企業大量倒閉帶來了大失業潮 那一旦失業大軍快速增加 就會造成中國內部的不穩定 而根據海外人士爆料指出 中共領導人日前內部講話的時候 也談到失業問題的擴大 已經對中共政權構成了挑戰 他強調企業倒閉造成大量失業人員 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 才是當污之急 雖然這項爆料內容還無法證實 但是大體上是符合中國社會現況 和中共政權思維的 如果在這個時候 北京還向臺灣開戰與美國衝突 不斷加速消耗國內的經濟實力和糧食庫存 還可能受到國際的圍堵封鎖 加速國內的經濟崩潰 一旦經濟崩潰 龐大的世界大軍很可能成為 從內部衝撞中共的力量 讓北京腹背受敵擴大政權危機 最後我們再重複一下 我們無法完全排除 中共可能會為了轉移國內疫情壓力 或民怨選擇跟臺灣發生小規模的軍事摩擦 但是大規模的軍事武統行動機率並不高 因為中共有許多顧慮 這些顧慮都可能會衝擊中共政權的生存 包括了 一、疫情衝擊中共軍方 二、武統軍事風險高 三、武統政治風險高 四、內部政變與兵變 五、美軍介入防禦臺灣 六、國際圍堵孤立 七、中國經濟風險高 我們別忘了如何生存下去保住權力 始終是中共的第一考量 好 今天先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訂閱、留言、按讚 跟你親朋好友分享 訂閱頻道之後 請記得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有機會收到我們的新節目通知了 我們下次再會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